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么今天是周末 我先祝大家周末愉快 当然今天的盘事 我相信如果你有在看盘面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的发现 今天早上一开盘 那么重灾区 我们连续讲了好久了 就是这一群高价股 那么高价股今天立峰跌领板 永贯跌领板 耗顶破底 包含之前反弹的建林 这些高价股已经在这个盘面上面 那我没在强调 如果台股在相对高档 量能放不出来 如果只强台积电 如果只强大力光 那么你要特别小心的是 这一种成交量 无法维持高价股的 我们讲说量能上面 或者是价格上面的维持 当然在第三季 投信结账过后 那么有些股票破了季限 它的卖压会比较重 所以我相信如果你今天 是我的忠实观众 你应该会很开心 至少你在这几天震荡的过程 你看到上跪指数 今天又中错了 又破底了 那么至少你手中的高价股 跟中小型股 不会受伤 那当然你是我们的团队成员 今天就是放空全面大胜 这一波的行情 它走的非常的危险 非常非常的危险 因为这段时间里面 从9200点到9300点 后面台股创新高 它整整在高档9000点之上 整理了将近三个月 那这三个月 从7月18号开始 到今天为止 其实我每天都在问你一件事情 那我相信很多人 现在印象深刻了 我从台股站上9200点 当时在8月10号 现在已经两个月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两个月 你天天看到这张字卡 你有什么感觉 很多人讲说 徐老师 还好你这张兔卡提醒了我 我的股票破现了 我至少有处理掉 我不用忍受它今天破底 今天指数还在多少点 今天指数还在9165点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发生了个股 尤其是中小型股上面的多莎多 所以 我记得我在很早之前 从台股站上9000点 我看保守到现在 我的态度始终如一 即使后面台股创新高 我都告诉你 当台股站上9000点 熊开始出没在各个族群 你不放空的 也请你避开 结果熊他真的来了 今天我们盘中真的 接到很多投资朋友的 求助电话 因为 当股票急杀 你才会真的去认同说 这个老师看保守 是为了我们好 这个老师叫我们避开 是为了我们好 可是 当你跟股票 要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往往需要有一个人 帮你做决断 不是吗 所以 解零还需细零的 现在你已经 真的知道了 我们的国安基金 史上最长的护盘 国际股市 没什么事也在护盘 史上最长的护盘 已经完全的离场 完全的出清持股 然后在那边给你算计一笑 对不对 可是 当他们把持股 完全出清完毕的时候 其实表面上看起来 账好像是赚了 但是问题是 台股的成交量也不见了 所以 我语重心长的讲 那么 你为了赢那么一点点钱 去 让整个国家的 我们讲说 增加税也好 那么 这么大幅度的衰退 利弊得失之间 当然我相信 你心中各有评断 所以 我只是告诉你 这个重点而已 既然国安基金已经退场了 那下一次他什么时候进场 这个才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 所以 我在之前告诉你 道琼工业指数 已经跌破了季线 这样子的行情很难再复制一次 既然跌破季线的 道琼工业指数 你小心他做头了 那么 昨天晚上 道琼工业指数 来测了一个短低点 来到17959点 以上次的历史经验 之前季线往下弯的时候 道琼走出这个形态 之前在这边跌破 但是季线没有往下弯 他是走平 所以他是这样子 但是这一次跟这一次就会很像 那我昨天讲 很多华尔街的分析师 之前很担心川普当选 那现在几乎笃定 如果希拉伦不自爆 几乎笃定 希拉伦会当选美国总统 那我昨天讲一句话 我说 这个不就是提早的利多出境吗 所以 道琼工业指数你要特别小心 他是所有指数里面 最先季线往下弯的 如果道琼工业指数走成这个样子 后面引爆NASDAQ 后面引到费成半导体 那么 外资的态度 就会在下个礼拜 做一个很重大的转变 所以这一波我们 9月底的时候预告过 我们要猎杀红色10月 今天为止完全印证 Bingo 11月7号 指数还在高涨震荡整理 但是我说 内资撤退已经烽火连天了 小心 再小心 那这个礼拜 指数创波段新高 9327点 不仅成交量没有放大 而且他又做了一个假突破 既然他是一个假突破 上升轨道一旦跌破 这个点他会来 跟之前的这个形态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既然史上最强的护盘已经退场了 那么接下来剩下外资 外资如果因为美股的震荡开始卖台股 那就是人去楼空 这种成交量怎么抵挡外资的卖盘 完全抵挡不良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所以我刚刚暗示你 我说你要去等 下一次国安基金的进场 对不对 那之前台股 国安基金是什么时候进场 这一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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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会进场 所以下一次的国安基金进场 大概就是这种位置 但是 一旦等到 那个位置出现 我看很多人也已经无力回天了 所以趁着这个礼拜 今天刚好是月中 你去看这个月 月中之前你的操作迹象 如果你做多 跟着大盘一样 创新高 这个礼拜很高兴 那恭喜你 可是 如果这个礼拜台股是创新高的 但是你多单的绩效却是负的 那么你要问你自己 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是你不了解的 正如同我们之前 再上9200点 各位投资朋友 当时创新高 我说你做多有没有赚到 我今天同样问这句话 即使后面台股创新高 9300点 后面创新高 9300点 你知道吗 当9327点看到的时候 我的空单在收割 我们完成了第一波的空单操作 201% 你很难想象 为什么这样子涨上去 我们的空单可以201%的获利 简单的来讲 这是空投嘛 不是吗 如果是多投比价而上 放空的人早就被嘎到 不知道说什么了 对不对 但是你却看到 我们第一波布局完毕之后 布局第二波的空单 我预告了嘛 这个礼拜三我讲 当台股创高往下刹去是带量 这个叫败笔 不敢追了嘛 喇叭型的扩散整理 高点有过 低点它就会破 高点有过 低点它就会破 而且这次破是来真的 烈杀红色十月 烈杀红色十月 今天台股唯一的依循是季线 那我昨天告诉你 季线扣底已经来到这里了 小心喔 一旦跌破9150点 季线会开始走平然后往下 到时候法人会启动更多的城市交易 那当然不用等到法人 你看那支股 上跪指数 我在礼拜二的时候告诉你 这根长黑下来跌破两个月低点 中小型股你套两个月一个多月很正常 对不对 礼拜四在这里 今天在这里 血流成河 不是吗 已经把三个多月的低点灌破了 内支投信股开始多杀多 中小型股当然是 仰 套 杀 所以放空才能够赚大钱 这就是结论 所以等一下休息回来之后 当然第一波才收割完毕 第二波开始布局 想跟上哪个投资朋友 等一下我来告诉你 如何在精选的空单上面 进行价差操作 续下之后 我马上回来 恢复家园时 请穿雨鞋 戴手套 先做好自我保护 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 请丢弃 水 要煮沸 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 废弃容器 要尽速清除 多一分警觉 多一分自我保护 轴轮精细的刻痕 如同精准的研究判断 部分昼夜的运转 如同亲切专业的展业服务 我们讲究每一个细节 真逐每一个环节 带领会员转动过地的巨轮 因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 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 运达投顾 永远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一纸旧世界 千年每天 来回到现场 空军集结 空出跌段的股票 空最高 赚最多 空主跌段的股票 空起跌 赚得快 这是我们这一波空单 两大原则 当然还没进到末跌段 末跌段的时候 你就空单放着 因为天天它都会亮灯点停板 来 末日围城 紧急空军召集令 之前我们第一次看空 从8840点空到7992点 我们这次是第二波初级 你看到我们第一波 7月20号开始 到10月11号 一档一档空 巨沙成塔 201% 完美印证 所以高价股要特别小心 要特别小心 10月5号的时候我讲过 台股高档量缩 小心法人弃养了个股 一旦弃养 想挡都挡不住 因为现在台股的融资 是属于相对偏少 所以融资要多杀多的 就是比较中低价的 那高价股通常都是法人 启动城市交易 要嘛就是营收不如预期 要嘛就是已经 任养完毕 开始弃养 那这些股票你都避开 放空 高价股价差俱乐部 高档破现的 利多涨不动的 法人再弃养的 融资再摊平的 通通可以空 我当时空心向 7月12号 7月15号 263 275 对不对 后面我补两趟 赚50块钱 结果他反弹上来那天 我还告诉你 来到季县 不要乱摊平 今天是不是又回来了 那你问我 我会告诉你 你有多单的赶快来找我 下个礼拜三之前 来 那我空操纵 179块钱 我当时讲 宝可梦概念股 你走到哪里都听到宝可梦 现在呢 没有人提了嘛 对不对 空两段 30块钱价差 全速回补 那空完之后再空什么 再空冒连 一档一档来 锁定2到3档 向下操作就好 集中火力 我空173的茂连 后面 当天击杀补一半 反弹上来我再空 171块 这是我们当时的抗讯 结果到昨天 茂连准备破底 你没有发现 对耶 那怎么越走越弱 越走越弱 反弹高点都没过 更不用讲 空最高赚最多的 这一档是我们的标的 3526的反甲 我当时讲说 利多爆量 你错过心向 错过操纵 来空这一档 当时 新的团队成员帮我印证 来9月10号礼拜六 过一个月之后 他到哪里去了 我在10月7号在空 在这里 我昨天提醒你 小心喔 最后防线 你要做对动作 不要随便加码摊平 结果你知道吗 今天反甲 中错 破底 从我空的位置86块3 到今天最低点67块钱 跌了22% 空单暴牢 全胜 所以 回到那个原点 当高价股筹码松动的时候 请你不要有任何的留恋 如果你手上有多单 那我怎么帮你 当然是我看空的族群 我看空的标的 让你多单卖掉 你卖掉之后 你今天不用忍受它破底 破季线 又是另外一段的旅程开始 掌握盘中的即时资讯 我相信 你在这一波的操作 会非常非常的顺利 我再举一个例子 什么叫价差操作 这是我这一波放空的中小型股 红升 51块4毛钱我空 58块9毛钱我加码 再空 所以严控资金比例 来 加码放空一成资金 58块9毛钱 后面红升 拉回52块5毛钱 击杀一段 先赚10% 补一半 反弹上来放利多 我就再空 56块钱 后面我做的三趟价差 全部回补在40块3毛钱 价差单是37% 波段单是31% 哄声今天不得了 掌停板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的团队成员把价差赚走就好 但是如果你问我 徐老师我有多单怎么办 同样一个答案 下个礼拜三之前 你有这一档股票多单的 来扎握 来扎握 这是个空头 你的股票转弱了 请你相信 利空在后面 我在10月11号告诉你们 我要布局第二波的空单 对不对 这是3630的新巨科 当时我把它叫做二线光学库 那我说这是一个失败的三角形整理 我今天开牌了 来 那我昨天特别讲 我说 2015年亏7块钱 今年上半年亏3.19元 那第三季的营收 跟去年差不多 所以要赔几块钱 你自己去算 但是我就是要放空 今天早上开盘 3630的新巨科 新会员手中无空单者 新会员 在19.3元前附近 市价放空一成至今 结果你知道吗 我才空完 击杀 从这边到最低点 7% 不多啦 喝个下午茶应该OK 所以 会员们 心情轻松一点 赚钱就好好的对待自己 该做的功课 我来帮你做就好 如果你问我 需要是问什么空心巨科 之前我在23块钱空过 20块6毛5我把它补起来 赚10%而已 盘头完毕破季线我就再空 这是我们在7月28号空的 后面我补掉 所以我的团队成员不陌生 需要是你又要抗心巨科 对 公司又亏钱 你觉得19块钱贵还便宜 我这边还讲如果回归基本面 亏钱的公司没有本益比的 不是吗 这一波大力光不得了 人家缴出来的营收 下下缴对吧 1700涨到3980块钱 合理 绝对合理 那我请问你 新巨科有转向人家那么多吗 那之前这一段在吵什么 就题材嘛 所有的手机都要用双镜头 所以二线光学赏受惠 你一定听过这一段对不对 好 题材都可以有 请拿出成绩单来 没有成绩单 股价就涨成这个样子 那我请问你 之前在爆量的时候 谁在卖 今天破线第一天 所以你问我 有些高档已经转弱的 当然你要特别特别小心 第一趟我空红朔 7月22号 补起来先赚18% 小菜一叠 我说反弹我会再空 35块5毛钱我再空 爆量甲突破 我就再加码空 37块半 后面我新会员再空两成资金 35块2毛钱 在这里 结果你知道吗 今天红朔破底 我的空单全胜 才刚刚破季线爆完量 小心 这种股票尤其是中小型股 一旦反转 速度会非常的惊人 当然放空的价差也会非常的惊人 如果你这一波 手上多单真的有受伤的 相信徐老师一句话 好好的把握这波烈杀红色10月的活动 你可以在这一波的行情里面 扭转奇迹 出个操作顺利 记住今天是烈杀红色10月 回归活动最后一天 出个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